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,台大医院云林分院庆祝愿庆,今天下乡前往西罗举办乐活专爱健康促进筛检,共动员医护人员约120人,并首度引进万事心电图从事心律规则检测,发现6人有心房颤动现象,10人心律不整,发挥早期发现,早期预防的功效。 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黄瑞仁指出,这是台大云林分院第六次下乡从事健检,也是第一次报西罗服务,鉴于云林县人口老化,健检注重在老人衰弱评估,心律规则检测,期望极有自主保健,达到乐活专爱的效果。 此次见检手度引进受万事心电图,可检测是否心律规律,共有6台,只要20秒钟就可测出民众有没有习惯性或持续性的心房颤动问题,既方便又有隐私。 此次共有190人接受检验,发现有心房颤动的6人,心律不整的10人,台大云林分院表示,心房颤动是心律不整的一种,会增加中风的危险性,由于平时很难查教,也无症状,所以亦被忽视。 如能提早发现,就能投药控制,降低死亡率,自此台大出动120名人力,其中医师就有16人,有副健部团队,包括医师,物理治疗师,职能治疗师等,心脏内科医师,小儿部,皮肤科,牙科,肾脏科等各科医师亲自检查。 健康促进活动特别与社区结合,邀请西罗当地社团云五年舞蹈教室表演肚皮舞,西罗镇文昌国小,西罗镇体育会晨曦运动班及活力四社团体舞蹈精彩表演。